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五报 本栏目由广东省名牌产品 海力不修钢管居民播出 养心用好药百年易安宁 本栏目由易安宁丸赞助播出 我是谢霜来看新闻 台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 陈时中日前声称 当局在去年12月31号 发给世卫组织的邮件里 以暗示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 新冠肺炎有人传人的风险 但该邮件内容一经公布 随即遭到岛内舆论的打脸 所以我说这两天 在WHO讲这个 说没有明示人传人 那时候我们明示人传人 那才叫做误导讯息 针对世界卫生组织 否认台湾去年底曾发出警讯 强调台湾未明确告知 新冠肺炎有人传人的风险 陈时中11号公布邮件 炮轰世界卫生组织失职 更扬言要世界卫生组织 不要一错再错 这番言论随即引发 岛内舆论的不满 新党发言人王炳中 在脸书质问陈时中 难道是想骗大家看不懂英文 邮件中分明没有提到 人传人这一说法 此外针对台流行疫情 指挥中心发言人庄人祥辩称 由于当时疫情信息不明朗 各种传闻不断 台湾虽然没有在电子邮件中 明确说出 疫情会人传人 但有特别提到 非典型肺炎的特性 以及大陆病患 已进行隔离治疗 都已强烈暗示 世卫组织新冠肺炎 具有人传人的可能性 王炳中则痛批庄人祥 此番言论是在硬拗 既然台湾提供给世卫组织的唯一信息 就是源自去年12月30号 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紧急通知 这就反证了大陆根本没有隐匿疫情 全世界确认新冠肺炎会人传人 是来自今年1月中南山院士的结论 陈时中公布的这封邮件也恰恰说明 台湾与世卫组织的沟通机制存在并且畅通 不过美国国务院9号却公然为民进党当局撑腰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尔塔格斯声称 世卫组织在今年1月14号的声明中表示 新冠肺炎疫情没有人传人的迹象 国际社会未能得到台湾方面的信息 美对此深感不安 美方认为世卫组织又一次将政治凌驾于公共卫生之上 这一行动付出了时间和生命的代价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予以强烈批驳 他强调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有关说法违背事实 颠倒黑白完全是出于政治动机 企图转移视线转嫁矛盾 这无助于缓解美国当前的疫情 也不利于国际抗议合作 损害的只能是美国自身的信誉形象和利益 美国与台湾沆瀣一气的行径 不禁让人联想到 连日来岛内一些政客借着疫情公然造谣 大放厥词 甚至对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展开接二连三的人身攻击 蔡英文却在脸书旺称 台湾向来反对任何形式的歧视 台湾比谁都知道被歧视和孤立的滋味 11号台湾联合报民意论坛 以题为被歧视被孤立 滞留武汉台胞最懂的一则漫画 戳破了民进党当局的谎言 台媒和网友们感叹 在台湾被歧视被孤立滋味 大陆学生大陆配偶 以及小民们最懂 好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我的同事 东南卫视驻台新闻观察员卢强 来看看岛内媒体 今天都有哪些方面的观察和评论 卢强 时间交给你 好的 谢霜 台当局防务主管部门日前宣称 10号上午监测到解放军轰6轰炸机 空警500预警机和歼11战斗机等多型飞机 在台湾西南方海域执行远海长航训练 并经80海峡进入西太平洋 随后沿远航路返回驻地 这是今年以来解放军军机第六次出现在台湾临近海域 另据台湾媒体报道 辽宁舰10号出港率五艘护卫舰往南海海域行进 12号凌晨已通过冲绳公国海峡 并往南行进台湾东部海域进入南海 对于解放军这一系列军事活动 台防部门则是老调重谈声称全程掌握 值得一提的是此前岛内青绿媒体9号曾发布消息称 大陆航空母舰辽宁号通过台湾海峡 报道还惊呼辽宁舰打开了AIS 也就是船舶自动辨别系统 刻意显示了自己的位置非常罕见 当时这则新闻被民进党当局紧急辟谣 如今辽宁舰真的现身台海 备受岛内各界关注 今天旺报的分析文章指出 在大陆上下齐心抗议之时 岛内所谓台独势力却不断上窜下跳 操弄政治议题企图以意谋独 但这是绝对不可能得逞的 大陆已发出了严正警告 所以民进党当局应该停止挑衅两岸关系 不要将台湾带入到战争的边缘 文章认为 目前台湾正卷入到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风暴中 随时有粉身碎骨的危险 因此这个时候称为台湾的危险时刻 一点也不为过 而民进党当局目前的做法 无疑是把台湾往火坑里推 面对大陆军机对所谓台独势力施压不断升级 民进党当局说任何话 做任何事之前都要考虑清楚 好的我们再来看最新收到的消息 辽宁舰进入南海之际 美军侦察机连续四天在南海上空飞行 记录军事飞行器动态的社群媒体 飞机守望4月13号披露称 美国空军的一架编号为 12-4139的RC-135W电子侦察机 当天在南海海域上空飞行 这是美国军机连续四天现身南海上空 在过去的三天时间里 美国空军的两架EP-3E电子侦察机 一架RC-135U电子侦察机 都曾现身南海上空 好的以上是今天我在台北的梳理 把时间交还给福州 谢霜 好的谢谢卢强 继续来看新闻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夫人何金 日前发布的一条脸书贴文 在台湾引发关注 据台湾媒体报道 民进党当局日前宣布 将向所谓新南向国家 捐赠100万只口罩 其中包括新加坡 11号晚间 何金在脸书转发了一则题为 台湾捐赠医用口罩 给新加坡的新闻 并复文一个字 饿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夫人何金 透过脸书转发 台湾要捐医疗口罩 给新加坡的新闻 但仔细瞧 贴文处却用英文写着饿 这样一个饿字传到岛内 有台媒有此质疑 何金对台湾捐赠新加坡口罩 疑似不领情 绿营媒体和网军 更是恼羞成怒般 对何金展开围攻和辱骂 而有新加坡网友猜测 何金此番言论 可能是因为台湾1月宣布 禁止口罩出口后 一家新加坡厂商 设于台湾的两条口罩生产线 因此无法将成品送回国 于是被迫把设备移回新加坡 新加坡民众认为 当危难之际 口罩被台湾劫持了 现在卷口罩根本没意义 台湾岛内 以和养绿联署投票发言人 黄世修也表示 之前救急的N95口罩 被扣在台湾 后来新加坡 只好把生产线移回去 百百损失一个月的产量 黄世修感叹 现在新加坡自己解决 N95口罩问题了 台湾却没问新加坡需求 硬塞口罩给人家 由于新加坡的生产线 现在台湾是属于新加坡自己的 所以它必然不会先付钱 我相信新加坡也有一定程度的委屈 眼见绿营网军的不满持续发酵 民进党当局外事部门 12号下午紧急跳出来灭火 声称台湾与新加坡关系 所谓长远深厚 双方政策不会受到任何个人发言影响 然而对于民进党当局的说法 由岛内网友讽刺 热脸贴冷屁股 台湾还一大堆人在排队买口罩 真是悲哀 另有网友表示 看起来好像新加坡还没决定要收 然后台湾就大张旗鼓宣传 猛吃新加坡豆腐 民进党这群饭桶该检讨了 自己单方面认为是帮助人家 人家求援了吗 这种回应是给你留面子了 民进党当局近期是大手笔 对外捐赠口罩等物资 台湾中华航空公司 多次执行运送任务 不料岛内的绿营名带 竟借机炒作 声称华航的英文名是 China Airlines 容易被误认为是大陆的航空公司 扬言要对华航进行改名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湾捐赠给欧美地区的口罩 陆续抵达 公布的华航货机卸货的画面 可以看到华航的英文名称 China Airlines 民进党籍名带林楚音却声称 明明是台湾送的物资 却是由China航空载运 容易让人把台湾跟大陆混淆 所以该替华航进行所谓的证明 而台交通部门主管林嘉隆 对此回应称持开放态度 不过也有绿营名带担忧 变更英文名后可能造成华航飞机 飞不出台湾的情况 如果贸然的改名 有可能包含中国的部分就会停飞 甚至是国际民航组织航权的部分 或者是其他要谈判的部分 会显得特别的困难 国民党籍名带林维州表示 此议题涉及到两岸敏感的统独问题 不随之起舞 对于个别绿营名带的这项提议 台湾航空界人士强调 在目前的现实下 改名看不到好处 甚至要数十亿元新台币的成本 改名不止合约可能重弹 有些指定航权 改名后未必能直接接手 若其他地区认定改名案是政治动作 有可能直接收回华航的航权 重点不是名称的问题 重点是会不会影响到航权 航权要重新申请或谈判 这个就是事关重大 而台湾网友更是批评生死起 喊话民进党能不能停止自欺欺人 没事找事太闲了 别人施政都没事 就你们台独施政花样那么多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湾地区流行疫情指挥中心12号公布 当天台湾新增三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其中两例境外输入 一例本地个案 累计确诊达到388例 而12号新增这例本土个案 引发媒体和民众的特别关注 因为它是在隔离期结束7天之后才确诊的 本土个案386是案195的同住室友 在案195 3月23号确诊之后 他被列为密切接触者 进行居家隔离14天 但是他在隔离期满7天之后 他才被裁减确诊 疑似没保持安全距离 感染到同住男友 从女友3月23号确诊后 案386便开始进行居家隔离 到4月5号 期间虽然也曾出现鼻塞流鼻水等症状 但因为本身是过敏体质 不以为意 解除隔离后出门买过东西 4月7号到9号 更到公司上了三天班 就怕感染圈扩大 台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也到案386的公司 匡列职场同事进行检疫 虽然没有其他更明显的一个症状存在 但为了小心起见 我刚才讲过说 前提是在我们现在对于制度 对于居家检疫居家隔离解除的个案 我们都更加小心以对 台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扩大筛减条件后 凡有相关症状的都会回速裁剪 才把漏网之余给补到 此前台湾地区不少景点 在清明假期人潮多 一度拉警报 但性侵目前还没有爆发群聚感染 台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暂定台湾民众五一廉价能照常放假 不过新北市长侯友宜说重话 表示如果人数过多 将会毫不客气封闭景点 坐上天鹅船在湖上享受悠闲时光 新北碧潭风景区不少人来散步骑车 眼看五一廉价又要到 新北市长侯友宜丑话说在前头 我们有信心在五月一号 甚至端午节的连续假期 做好整个人潮的管控 如果我们人潮没有办法管控 该封我也会不客气把他封掉 非常实际还是要做防疫 这是安全的问题 业者供体时间 就算游客超过1500人上线 关闭景点也愿意配合 另外新北市府还有这一招 避免观光景点人潮太多 新北市府也设置了 及时影像系统 勾民众在线上浏览 避免出门的时候人挤人 透过时时影像 就能知道观光景点情况 但不少景点假日街道 也是冷冷清清 台湾民众降低五一廉价 出游一元 如果人真的很多应该不会 因为我们应该不太会 再廉价过来吧 清明廉价教训 让台湾民众多了分警惕 就怕有任何万一 而新北喊出最坏打算是封闭景点 台北市暂时不跟进 其实重点还是社交距离 到哪里都是社交距离 不一定是因为廉价 本栏目由金庄会晤用酒 福毛叫酒赞助播出 好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他深谙两岸事务 是九二共识名词的提出者 如今加入国民党改革委员会 两岸论述组 国民党根本不需要处理 九二共识的问题 九二共识就是九二共识 不要再去动它了 他是国民党中生代战将 马英九嫡系 如今接掌国民党革命实践研究院 着力培养青年人才 希望能够帮国民党 来去渡过难关 中心改革 它格十月之为这个关键的力量 本期台湾新闻脸 聚焦苏奇与罗志强 这两位国民党改革的重要角色 东南卫视四月十三日晚 九点二十分播出 海峡卫视四月十四日晚 九点四十二分播出 敬请关注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南卫视海峡五报 本栏目由广东省名牌产品 海力不锈钢管居民播出 来关注国际疫情消息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发布的新冠疫情统计数据显示 截止北京时间十三号上午十一点左右 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超过一百八十五万例 死亡病例超过十一万例 其中美国确诊与死亡病例均居全球首位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新冠肺炎疫情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北京时间十三号上午十点左右 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超过五十五点六万例 死亡病例超二点二万例 数据显示 纽约州是美国疫情最严重的地区 确诊病例超过十八万 其中纽约市所辖五区新冠病毒感染确诊人数 已经超过十万 此前纽约市长德布拉西奥宣布为了学生安全 纽约市公共学校在本学年即到六月底不再开学 德布拉西奥称目前纽约市医疗器械供给有了改善 包括N95口罩等设施已经得到充足供应 而在俄罗斯据当地媒体十二号报道 莫斯科从十三号开始在全市逐步实行电子通行证制度 以应对不断恶化的新冠肺炎疫情 根据计划通行证制度主要是对上班出行做出限制 其次是限制其他目的的出行 如有必要则将限制居民在各自住宅区的活动 莫斯科官方十二号统计数据显示 全市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达一万零一百五十八例 在英国此前因感染新冠肺炎 而入院治疗的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十二号已经出院 英国首相府发言人表示 约翰逊不会立刻重返首相府开始工作 根据医疗团队建议 约翰逊随后将前往首相乡村官邸 契克斯别墅继续康复 好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南卫视海峡五报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 来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 当地时间十二号 法国戴高乐号和动力航空母舰返回法国土伦军港 航母编队一千九百多人需接受新冠肺炎检测并隔离 航母上次前对六十六人进行新冠肺炎测试 有五十人确诊 当地官方表示 这五十名确诊患者的病情没有恶化 法国军方表示 航母编队所有人员都必须要接受新冠肺炎测试 并在指定地点接受隔离两周 尽量防止与非航母编队的军事人员发生接触 当地时间十二号 伊朗政府表示 即日起省内城际交通管制恢复正常 省际交通管制也将于本月下旬放开 做到边防控疫情边恢复经济生产 按照规定 所有上路的公共交通车辆都必须在工作开始和结束时进行严格消毒 驾驶员必须佩戴口罩和手套 据报道 伊朗已于十一号开始在首都德黑兰以外地区开始实施智能社交疏远计划 允许低风险行业在严格遵守有关卫生准则的基础上复工 当地时间十二号晚 土耳其总统府通讯联络署发表书面声明称 土耳其内政部长苏莱曼所一录的辞职请求未获批 他将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 此前在十号晚间 土耳其内政部突然宣布在31个省市实施居家令 从当天夜间十二点开始生效 一直持续到十二号晚二十四点 这个突然的禁令让许多人赶在禁令生效前紧急外出购物 有些地方甚至一度出现混乱 有民众认为这样的人员聚集增加了新冠肺炎感染的风险 内政部长苏莱曼所一录因此请辞 好的 今天的海峡五报到这里就结束了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海峡新干线 今日头条号和微信公众号 我是谢霜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